现在是12月9日星期日 我准备在吃午饭之前 先把爱写的introduction部分写了 如果还不入了的话 就先把剩下的part one写了 然后就去play店吃crunch 我们在吃午饭中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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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在那邊 我刚刚算是备完了presentation 然后我周三presentation 所以我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 research paper 的话 我partman还差最后一部分 但是我已经写完了三页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决定再去买一杯 我就不买咖啡了 买杯茶之类的 我刚刚从CBS回来 然后买了 paper tower 因为这周是我负责做洗手间的卫生 然后就顺便买了一些drug store 其实就是两个露华浓的口红 我现在还剩三个小时左右 我现在还剩三个小时左右 所以应该马上就能写完了 我刚刚成功从头到尾 然后背了一遍我的presentation 我刚刚把这个歌报名标给填完了 然后虽然我知道 这是一个比较正经 而且比较大的一个组织 然后我知道他教freshman的可能性非常的少 但是我还是写了 finger cross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组织 现在是12点时飞 突然爆炸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 是准备去学习 然后这个晚上的工作量其实没有很大 但是突然之间社团的活动来了 特别大型的一个holiday party 周三举行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策划 就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从7点钟一直到9点钟 就是在各种发东西等回复 然后查需要买的物料 到12点之前我大概是 之前去了一趟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当时是把一些有用的信息 全都拍照保存下来了 我刚刚就是把archives里面有用的那些部分 然后全部都读了一遍 把最核心的部分 摘抄打了出来 如果按计划能按计划走的话 其实最后两周 并没有特别的thress off